首先呢 是这个晚上最近很火的暖糖 葡萄味 草莓味 水蜜桃味 先讲一下这个葡萄味 你可以看到就是 它刚到火就已经 跟我和我女朋友就已经吃光了 然后刚才拍视频的时候呢 又忘记开声音了 所以说我只能给你们看一下 被咬一半的这个暖糖 它是这个葡萄味的 它吃起来超级的清新自然 就很接近那种自然状态下的葡萄味道 你在讲什么废话 对面的女士能不能跟我有点呼应 呼应 谢谢 反正这个我和我女朋友一致认为很好吃 它完整的样子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这两个味道都是没有拆开的 再试一下这个草莓味的 哇 草莓味的长得好可爱 给你们看一下草莓味长什么样子 草莓味就是上面粉粉的 然后下面是暖糖 它上面是草莓夹心 它的夹心还蛮可爱的 有点像是老奶奶的夹牙 挺好吃的 很精致而且感觉是那种适合放在那种 很漂亮的那种从韩国的印丝 过来的那种蛋糕网图上的 小料 是我不太能理解的那种精致感 它做到了一个糖果该做到的本分就是没有很甜 然后吃起来也不会说特别的腻 这个糖它的 好吃 或者说精致度吧 可以让你联想到就是李一峰和安吉拉贝比 拍的那个德服的广告 你可以把它手里的德服换成这个 它吃起来很丝滑是吧 不是 你不等我我不怪你 下一个 为了让你们更能直观的更看得清楚 我把它的袋子套到你们头上 可以看到这个 水果是不是 颜值真的蛮高的 现在你的头就有点像是滚筒洗衣机一样在滚 再给我们试一下草莓味的 它的糖果颜值都蛮高的 下一个吃一下我女朋友的童年小零食 是他们创与那边的 我就作为福建地区的 我就从来没有吃过这个玩意 这个叫冰糖福炉调味面制品 就是辣条 这就是我童年时候最大的一个死局 你童年没有 真的很讨厌这样的事发生 那就用牙咬呗 我是文明人 没有那种野蛮的习惯 好吃吗 好吃啊 干嘛 笑什么 我怎么觉得你在演啊 没有演 不是它真的蛮好吃 甜甜的啊 辣条甜甜的水杯爱吃啊 它就是那种正常的辣条味 你说了两句台词 我更觉得你在演啊 没有演真的挺好吃的 点人请就位 是我会喜欢的辣条味 哎太辣了 等一下你再说一句我喜欢这个辣条 我喜欢这个辣条 好 没有说话 你搞着 你搞着测缓呢 我只是在观察你的微表情 好 next one next one 下一个是这个棉花糖 它就是这种一杯一杯的棉花糖 它里面有附着一个牙签 然后呢 然后这怎么吃 哦 好没意思啊 这不就是棉花糖 太有意思啊 真的没意思啊 它把一团你不可控的 飘忽的 变成了一杯你可控的 可是它吃起来还是棉花糖的味道啊 但它有形式不一样啊 就像人经过包装之后 它就会变得更加的 可观啊 更有观赏性啊 不吃 这个呢是我女朋友强力推荐的 她小时候特别爱吃的玩意叫做 什么 开心果 不是叫这个啊 青蓝果 就它里面是这种黄色的小果子 它也不叫青蓝果 小时候就说你给我拿个这个 没有名字啊 那它叫拿一个这个 就我女朋友说最好吃超好吃 对小时候最好吃 你到底觉得不觉得好吃 不是它有些零食 你小时候觉得很好吃 你长大的你觉得它变味了 其实不是零食变了 是你自己变了 好吧 它长的就是这样子 有点像乒乓球 它的原材料是鲜桃 那应该就是那种小桃子 其实呢 我现在觉得这个桃子并不好吃 但是就算我现在的味觉告诉我 它不好吃 我的心里还想是 就怎么说我感觉我童年的那种回忆 给它加上了一层又一层厚重的滤镜 它在我的记忆里就是一直属于一个很好吃的味道 但是我现在我的口腔告诉我它并不好吃 有点难吃 这属于是记忆的时空错乱 就它是那种国谱类的感觉 但是是那种很廉价很便宜的国谱 接下来是这个糖 这个叫什么太阳糖 不是这个叫粘粘糖 粘粘糖 它有好多种口味 不是它都一样 只是颜色不一样而已 我挑个橙色的好了 你吃不吃 我吃不吃 好它是这种饱饱的 然后是这样的撕开 吃一下这个橙色的 然后呢 放完才放在嘴巴里 可是我在乎它 享受它跟你的口腔的互动 小时候其实不是喜欢吃这个糖 是喜欢那种被粘住的感觉 你小时候有点变态 写优优独播ає